戴尔电脑两度在网路上标错价格 事后不愿意按照标价出货 只发放折价券来补偿 台北市政府在调查了一个多月之后 认定戴尔没有善意回应 所以今天先开罚100万元 如果戴尔在两个礼拜之内 还是没有提出更优惠的补偿方案 那么市政府将会连续处罚 而且不排除命令戴尔停止网路销售 戴尔公司在网路上连续两次标错价格 而且之后也没有具体的补偿方案 台北市消保官决定依照消保法 处分戴尔公司100万元罚还 而且还和业者喊话 不要轻忽政府执法的决心 因为折价券这样的东西 事实上是你要再去他的公司消费 那消费以后 你说不定你买到再贵一点的东西 你还要再贴钱 消保官说 目前已经接获1400多件的申诉案件 如果以标售金额来计算 损害8000多万元 而且戴尔还把标错价格的过错推给员工 根本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因此在做出处分后的两个星期内 戴尔如果没有提出善意的解决方式 消保官将会连日处罚 而且不排除停止网络贩售服务 这一次整个的金额是8000万 我们目前只罚了100万 我们希望戴尔不要因小失大 最后不但失去了商誉 在金钱的算计上 最后也是不划算的 针对消保官的处罚 戴尔公司表示 要等收到处分书后才能对外回应 我想这些讯息的话 我们可能相关的一些裁决数 什么我们都还没有收到 所以我们还没有办法 证实有一个回应出来 至于消机会 因为人的问题 是否帮消费者打团体诉讼 还需要评估 博消机会网站上都提供 申诉表格让消费者下载 而台北市消保官也会提供 行政方面的协助 记者陈小青 陈保罗台北报道